台湾最美的风景世人 特别的是这一群穿着各国国服的新住民 因为异国婚姻关系 嫁到台湾多年后 在孩子长大 开始投入公益活动 来到土城沿河公园里 举办公益关怀活动 为独居的长辈张罗特色的异国料理 同时着上了自己国家的传统服饰 让这场公益活动更具亮点 各式各样的异国料理 都是长辈们平常少吃到的口味 为了给他们不一样的餐点 新住民姐妹们用心设计菜单 希望阿公阿嬷都能够吃得开心 另外这一次公益活动能够顺利举办 相关办理单位还有新北市 家长志工成长协会 善院基金会 国际私子会 300A2区黄埔私子会等单位 大家一起发善心做好事 今天是黄埔私子会 跟新住民关怀协会 那他们今天来办这个活动 是来关怀我们老人共餐 那因为我们吴清明立委 他对我们老人共餐这部分 包括说长召2.0 还有独居老人 像我们吴清明立委这方面 他都有很关心 也很用心的 代表我的先生一起过来 还有我们所有的团队 来这边关心这些老人家 那我希望说 我们这么做的话 还有说我们的基金会这么做的话 可以起到那个炮砖盈域的作用 让大家一起站出来关怀老人 关心老人这样子 远嫁来台的新住民们 把新北市当成是第二个故乡 以他们精湛的手艺制作美食 结合了社团的团体力量 关怀在地弱势长辈 人美新年美 赢得阿公阿嬷掌声肯定 温暖的力量一百分的好评 记者林立如无志恒 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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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